画面可以看到公路上和车辆大排长龙大雪严重影响到工地的能见度 伊斯坦堡的国际机场大约有400航班被迫取消 渡轮也是跟着停驶 气场单位预测大雪是要到13号才会减缓 所以呼吁民众要保持警觉 而伊斯坦堡省已经宣布各级学校要停课到14号 更多的国际新闻深度报道要请您